各位藏委大家好 今天呢接着跟大家来聊这个拍卖行拍东西的这个经验 我也知道我可以看到YouTube上面呢 这个看我这个视频的这个朋友啊 这年龄段啊 40多岁50多岁60多岁的 基本上都是年龄段的 那么原则上讲的都是老师 我之前就是通过比如说Ebay啊 卡特VK的早期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上面有些自己的藏品啊 后来因为就是看了更多了之后呢 那么也卖出去不少 那么当时我记得很多其实都是发往这个台湾 发往这个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地方啊 中国大陆的也很多 所以呢我知道那些老师这个经验呢 非常丰富啊 他非常了解我说的每一件事情 包括他们肯定也知道很多 我到目前还看不到啊 我的水平局限啊 就是我达不到 我看不见的那些事情啊 这个这个但是大家都不说话 也有些朋友呢私下里给我发消息呢 就是希望能够了解一些其他的一些方面啊 一些特殊的方面 那么我意识到就是这个古董行啊 这圈子啊好像是 啊其实历来如此 是一个互相之间不怎么说话的这么一个行当 大家可能就笑一笑 一切尽在不言中对不对 啊您能看到多少看多少对不对 呃很正常 所以我很理解 那么呃我也知道就是呃 在这个今天啊这个平台 呃我只看到一位老师非常这个无私的奉献 他自己的这个经验啊 呃我非常感谢他因为他做的节目呢 就是就像我们而言就是有很多东西啊 这个是不光是靠您眼睛看 有的时候还需要悟性 啊需要这个悟性自己琢磨最终能够想通这件事情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所以这个这种经验啊 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就是栽定去很多次 赔进去很多钱之后 然后最终才琢磨明白啊原来是这样 那如果说有有有位老师直接可以就这样上来就跟您 就交给您这个东西原来是这么回事 那您说这是不是非常非常 呃有价值的这个经验呢 对不对 所以呃我非常感谢就是在这个YouTube平台 如果有老师分享这些经验的话 但是绝大部分的这个视频呢 我也看到了很多很多藏友 呃其实他们分享的是个人的一些心情 呃包括很多的买到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一些很大开门的一些物品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就是可讨论的地方 就我个人而言啊 呃那么对我而言我为什么做这个节目呢 是因为我发现我谈的这个话题好像 没人谈也就是 大家好像都挺关注那个具体一个器物的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呢是基本功 呃但除此之外呢 还有很大的一个就是古董行这个行当 第一呢是朋友圈子人啊非常重要 第二呢就是这个古董交易的这个方式方法 是真的是非常的玄妙啊 他里面的那个内容特别多啊 别不光是说从拍卖行这个拿东西啊 其实从任何地方拿东西都是一样的 因为毕竟在这个领域啊这个互相的这个知识量啊 就是包括为人处事的这个能力啊包括语言能力啊包括能观察周围这个 等等各方面综合起来都表现在这个艺术品交易这件事情上面了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这一部分的这个内容其实也是很丰富的 那么我相信很多啊 比如说是国内啊 中国大陆的一些老师啊 那么我相信他们 大家可能只是觉得他在这个 艺术鉴定方面可能非常厉害啊 但是大家可能没有去意识到他的这个人际关系方面 在这个呃实战的这个经验方面啊 在拍卖行的这个领域各个方面综合方面都非常的了不起啊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功是多方面的不太可能说就一个方面啊 他是一定是一个多方面都很优秀 然后才能够把一件事情啊做的比较圆润 才能够就是大家觉得他从各方面都挑不出什么毛病啊 所以我我是这么理解的 呃那么我今天想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呃有些朋友想让我谈一谈这个就是拍卖行的这个鉴定水准的这个问题 那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挺难谈的 因为这个拍卖行啊 他本身他的性质啊就不太一样 有些呢是这个就是旧货店嘛 那像这种呢一般也没有什么水平不水平啊 就是您东西扔过去 然后他就帮您卖 其实这些店其实挺干净的啊 挺非常干净 呃他们反正也不懂啊 那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您要是起拍价很高呢 反正也卖不掉 对不对 您要是设的起拍价很低呢 反正我们能力也有限 能拍到多少钱就多少钱啊 所以他们他们倒还真挺简单的啊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挺喜欢啊 就是我特别喜欢那种仓库式那种啊 那种那种旧货店或者是拍卖行吧 呃那边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漏啊 所以我相信就是对于有经验的这些 就是藏家而言呢 也都关注那种 就是那个看着越越不正规越脏的那些 就就就越喜欢冲进去 最好那房间里就没整理过啊 我们自己去翻 觉得这个是最刺激啊 那么呃对于也有一些拍卖行呢 我觉得呢里面的就是鉴定师啊 其实很有经验 他们呢跟中国人的差别 其实他们都看得懂 中国的瓷器 其实他们也都看得懂 器物都能看 呃那个款呢 其实不是很重要 说句实话 我曾经跟一个法国朋友 我很认真的问他 我说你们不认识这个字 你们怎么看中国的官邀 他们说呢就是 您这字看了有用吗 就是这个东西是综合起来看的 对不对 呃其他的各个方面啊 就基本上看完之后 这个东西基本上就可以毙了 呃如果要一直看到最后那个款 对不对 然后才能够决定这个东西是不是呢 那基本上那个款 如果人家能高仿到这个地步的话 那个款一般年 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了 呃所以他们呢 第一呢 他们可能也不怎么经常的去接触 这个官邀类的物品 但是呢 他们也确实按照 他们自己有的这个经验 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够了啊 就是至少这个水平不会说 呃就是很离谱啊 这种情况不太有 当然我也知道有些这个 外国的这些鉴定师呢 在这圈子里时间长了 跟跟跟很多华人的这些有名的人也都认识 所以他们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比较困难的情况呢 他们会找一些比如说是香港啊 或者台湾呢等等的一些朋友 或者中国大陆的一些就是 一些朋友帮忙看一眼 所以这个事情呢 他们也可以相对比较好的就解决了 那么对于这个斯福比加士德呢 像他们这些拍卖行呢 我之前节目也说过 就是也要看 呃他们的前台的很多所谓 一些建定师吧 其实就帮忙的吧 就是年龄比较轻 收集一下资料 把一些就是看起来 就是很大开门不对的东西呢 就推着去了 那也有很多是对的东西呢 但是一般这个斯福比加士德 他这个起拍价 至少得要让他有 至少3000欧元以上吧 低于3000欧元的话 他们就不愿意办这个事情了 那么3000欧元以上的这个物品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就是呃 您手上有什么外销瓷器啊 什么民谣能够价值3000欧元以上的 啊好像也不多了 对不对 剩下来好像 好像也不多了 所以原则上 他们基本上看到 您送过去哪怕是对的 但是一般东西他们也不要 他们要的呢 都是那些就是中国审美的 对吧 他知道中国追求这个 呃 中国的藏家追求的那些啊 东西 那些那些路份高的东西 那是他们主要关注对象 那么呃 对于像我们这些海外的呢 就遇到有很尴尬情况 尤其像我 啊 因为我我跟他们接触呢 就是呃 我一般不通过他们网络 我直接就是时间长了 其实也认识他们里面那些 所谓的负责人啊 等等 那么呢可能就直接给他们手机打过去 或者直接就就邮件发过去了 那么他们一般看中的东西呢 我基本上都不给他们 反正他们看不中的东西呢 我基本上都给他们 这个是我的一个逻辑 这逻辑什么呢 就是 呃 他这个毕竟这个斯福比加什德 他其实拍卖 这佣金还是挺高的 25%啊 他比国内那个要高10%左右 第二呢 他们的价格并不好 他们的价格其实是啊 呃 国内的这些一线大拍 或者这些行家的 剪 剪就是拿东西的这个价格 啊 他们那个价格可能大家觉得 哇 出来一个就价格不错 不是 这个东西呢 最终还是被国内藏家拿走之后啊 被台湾 香港这些 呃 企业家拿走之后呢 无非就是如果买进贵了 就放三年 三年之后再拿出来再拍啊 那就可以可能能翻一倍 或怎么样啊 如果说是一般的物品的便宜的话呢 他总体而言还是要比就是这个 呃 华人的这个圈子啊 就是就是呃 这里面的这些顶级的拍卖行 这成交价是要低的啊 就是我我客观上讲啊 就比如说是呃 就是昨天或者前天吧 您看到那些黄花梨的那些东西 呃 就这个成交价 大家觉得哎呀 几十万美金啊 等等等等 您知道这些物品 如果是在中国大陆要是出现啊 呃 像这样的这个四处购义啊 这种呃 海黄的 比如说是 比如清早期啊 或者明朝的话 他就不可能说就几百万人民币 一般而言都得要上千万人民币 就就我就 我我说句实话 就是很多这种东西 大家看到他 斯福比加尔德拍个什么几十万欧元这种 大家去拿 其实这些行家去拿仍然是按照这个进货价格去拿的 啊 并不是说说这个价格还要拍出天价有多了不起 不是的 大家如果去了解一下北京的 大家自己去查一下那些拍卖记录的话 啊 呃 大家看了之后反正自己去总结这个经验吧 您去数一下那个零有多少个 啊 所以呃 呃在海外呢 其实呃 像很多国内特别稀缺的物品 像海黄的这种 呃柜子啊什么呢 其实挺多的 其实啊 价格并不是说特别的 特别的离谱啊 这个这个离谱这个价格主要是在 就是主要是在国内 主要是在中国大陆啊 这个那些 那些人特别喜欢追这个啊 因为这也是有很多方面造成的 包括国宝帮呢 他们的这个助力啊 他们在推这件事情 使得这个假货的价格都已经非常高 然后呢 新的海黄呢又没有了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然后大家要去买新的海黄呢 根本就没有 您根本买不到 那个海南海南那边这个 这个黄花梨的这个树 大概只有一棵半了吧 还是两棵 基本上就没有了 啊 您要再等那新的树再长出来呢 您等一百年以后吧 一百年以后 那个中间那个格 还是很小啊 对不对 所以 呃 不能够用啊 所以这种大的这种家具啊 只能在海外捡 那么海外这个黄花梨的这东西一出来呢 对于一般藏家而言一看 哎呦 这个价格 是吧 都是都是上万十万欧元的 所以一般藏家就让开了 但是对于这个行内啊 那些人而言 这简直就是白菜价 就说句实话 就是这样 啊 所以这个古董行这一行呢 就看大家各自的这个 呃 能够看到多少啊 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呢 能够到哪里 还有呢 就是自己这个喜好 啊 就是就是这么一回事情了 啊 那么呃 我今天呢 谈这个拍卖的这个经验 那么我先从这个 呃 接着这个昨天的这个事情来讲 就是我昨天讲了几个案例 就是一些小拍会有些很神奇的事情 啊 比如说这个完全没人抢的情况下 一哥们直接是一举手 说是四千 啊 四万欧元 啊 这个瞬间这个就是气氛就冷住了啊 那个当时呢 我第一感觉是是不是遇到个傻子 后来想想这个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吗 对不对 这个事情只是我们看不懂 啊 所以我自己也也在琢磨这件事情啊 所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那么今天呢就不跟大家说这个呃 小拍上看到看到这个神奇的事情 我们讲这个大拍啊 就我们比如说讲这个苏福比吧 这苏福比拍卖呢 就前一阵子吧 我记得啊 反正没事就看看他们这个呃 现场 虽然呢 就是反正咱们也没钱 也买不起 但是呢 大家看个热闹 就是您看看这里面有多少花头 啊 他这个视频直播呢 有些呢 就挺简单的 对不对 就是您举一个 他举一个 他举一个 您举一个 然后就完事了 啊 但是有的时候会出来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 那就看大家是不是能看懂 他里面那个到底是在干嘛 在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苏福比一个雍正斗彩的一个盘子吧 我记得 当时是 好像是三万欧元 呃 起拍 然后 然后留拍了 没人碰 然后呢 但是这个东西呢 可能是遗产 所以呢 他们还是想把它给拍了它 那么送拍的人呢 就意思 要不再拍一次 啊 所以就在拍卖行在苏福比的拍的过程中间呢 这又穿插进去了这一个 就是再拍一次啊 反正这个东西既然是同一场 我们就再拍一次拍了它 那么三万欧元起拍就没人没人出嘛 还是没人出 我记得好像当时那个拍卖师啊 这当然是都是一等一的 这个是最有经验的这个 这个老师啊 呃 他说那这样 那我们就 就按照这个老办法办 呃 三万欧元起拍 我们变成一万五千欧元起拍 呃 现场一变寂静 没有反应 然后呢 它变成了七千五百欧元 起拍 现场还是没有反应 然后呢 它就变成了 我记得就变成了三千欧元起拍 还是没有反应 然后过了大概 饼了很长时间 就是这个苏比的这个觉得 这个价格应该可以了 就是大家在闹着玩吗 在 对不对 这个 怎么会这样呢 那么 到它快要结束的时候 就它感觉好像要数数的时候 那么 一位朋友就开始喊了 就是 就是三千欧元嘛 它就举牌了 举牌之后呢 这个东西就开始一路开始涨 最终又 最终我记得好像是两万七千欧元拍掉的吧 具体我不记得了 那么 这个案例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 我在前面节目中所提到的这种啊 就是 大家这种都猫着 大家都不作声 既然您想假装这东西是假的 那我也假装这东西是假的 我们都觉得这东西是假的 可以吧 就是我们的这个在这演戏吧 远处的人也都看着 那么呢 我们就干脆把这个戏啊 就演下去 就把它变成一个假的 最终呢 最好能把别人骗掉 然后我自己很便宜的价格把这买下来 啊 所以这种情况其实挺常见的 但是 呃 如果说 有两个以上这样的这个行家在那 啊 在演这个戏呢 那最终还是没用的 最终还是 两万七 那么两万七什么意思呢 就是三万呢 确实好像起拍价高了点 啊 但是 还是对的 那么 大家最终还是压了 最终到两万七呢 就就结束了 啊 所以也就是说 呃 很多这个 这个大派 他们也会遇到这个 同样的这个情况 跟小派一样 就是 大家也都在那 这个买家呀 大家也都在那演戏 呃 反正 互相斗智斗勇 那拍卖行的这些人呢 当然懂 当然懂 对不对 他为什么这个三万 直接变成一万五 直接变成七千五 直接变成三千五 他太懂了 你们这帮人 哎呀 可以了 是吧 我这个时间挺赶的 你们就赶紧吧 呃 所以最终呢 两万七还是卖掉了 所以这个事情也挺有意思啊 不管大拍小拍啊 他只要拍卖行 他总体而言总是 遵循一个差不多的 这么一个原则 啊 那么呃 在这个 就是 他起拍价是三万五元 所以很多朋友呢 可能一上来 就觉得东西可能不到这个价 那么呢 他们不拍 但是呢 大家也经常意识到 就是在海外的拍卖行啊 他呃 设一个比较低的 这个起拍价 然后呢 朋友们开始往里压 然后这个价格呢 就不断的开始慢慢的涨啊 涨啊涨啊 涨到一条线的时候 他突然会说一个 asking change 啊 他说 就是意思什么呢 就是啊 就是 呃 既然是到了这个价格了 那么我们大概基本确认 就是这个东西是对的 那么我们现在有触发一个新的一个保留价 啊 这个保留价在那 那么意思说呢 如果您再不压 再往上一口呢 就没到保留价对不对 呃 这个东西就属于是没卖出去 这个意思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就是这拍卖行想问这个 就是这些bidders 你们再再来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啊 那么但是呢 其实很多情况下 他会asking change 就经常会出现啊 一个拍卖啊 经常触发到一个什么价格 他又会触发下一个reserve price 啊 但这个我 我觉得呢 这个看 绝大部分情况下呢 是比较 比较扯淡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这个asking change 即便是您不触发那条线呢 最终您会发现啊 他 他这个下面这个价 就实际的这个 买家压的这个 这个价格 他还是可以成交的 啊 只有是相对 真的是 真的是很高路分 然后 呃 拍卖行意识到 可能是不一样 那么 触发一些 他们隐藏了这个条款 呃 有可能就是 呃 表示没有收出 这也有可能 那么关于这个 就是具体的这个 拍卖行呢 比如说送拍啊 签合同啊 呃 怎么去跟他们谈呢 呃 要求他们一些额外的服务呢 等等这种呢 我可以在以后的节目里 啊 再再继续 再给大家谈这件事情 呃 这也很重要 中间的内容非常多 啊 那么是这个意思 那么现在呢 因为大家知道 都是网拍 对不对 所以都是网拍 呃 其实大家都通过那个 就是 camera 大家通过invaluble啊 这个这些 他都直播的嘛 可以看到这么一个camera 那么看到他直播的 就是这个拍卖过程 呃 过去呢 因为有现场呢 他们相对可能还收敛一些啊 呃 现在就通过这个camera呢 那么他们 这个作秀是不是这个舞台就更大了 对吧 除了那camera之外 他都可以作秀啊 所以 中间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呢 我也可以有有很多可能不太适合说 但是呢 有些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我就可以跟大家来那么提一下 啊 就是 这个拍卖师啊 我不是说所有拍卖行啊 我一直强调这件事情 我不是说 如果您在拍卖行工作 我没说您那拍卖行 我说的是 有些拍卖行 呃 他其实这个 整个拍卖过程 他是个兽 这个兽呢 呃 那么这个兽是什么呢 那无非就是这个三国演义嘛 买家卖家和拍卖行 这个三方在那儿赚 啊 互相在斗智斗勇 那拍卖行呢 无非就是想把这个价格拉高 这样的话呢 他佣金就收得更高 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比这个 呃 价格拉高更重要的是 他是希望让这个 买卖啊 这件事情可以成交 呃 成交率对他而言是100% 100如果不成交的话 他等于100忙活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他在操控这个拍卖过程中间 他其实是要和这个 卖家要实时的沟通 要交互的 对不对 啊 呃 他沟通和交互 那么 对他而言这一个拍卖 很多情况下 可能几十秒钟就那么一个拍 就就一个拍品就拍掉了 他们不可能去 一场拍卖去和 如果有1000个物品啊 他就和1000个这个 卖家都及时的沟通 不可能 那么呢 如果是 呃 大家如果观察的话 一些相当有经验的 卖中国艺术品的 这拍卖行的话啊 这拍卖师的话 他们在这个直播过程中间 会有意无意的 会有一些动作 或者说是有一些语言 或者一些等等方面 啊 他其实是一个暗语 啊 他其实是在告诉那个 就是卖家 啊 您这个就要不就 不要再自己在顶了 是吧 那个 行了 意思意思完了 就是有人进来了 是吧 您该收了 啊 或者说是告诉别人就是 呃 这一个 这一压 就这一手不是我们干的 这不是我们干的啊 就是呃 这是外部人干的啊 等等啊 反正有各种这种 有种暗示在里面啊 甭管他是比如说是 手上动作呀 还是语言呢 还是一些什么其他方面 啊 那么 呃 可能有些藏友呢 可能觉得 哎呀 这我们怎么可能会知道呢 对不对 这个每家拍卖行 拍卖师这个套路都不一样 对不对 呃 我们怎么可能会知道呢 是的 所以这只能靠就是大家自己去观察了 啊 我我只能说告诉大家 就是 大家看到的那是一个兽 在这个兽的中间呢 它包含了很多内容 这个内容中间呢 包含了很多重要信息 那么 有的时候像我们 呃 去拍卖行去拿东西的时候 我们自己啊 就是 呃 要保护自己的话 呃 完全是凭借着经验 啊 最好的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您进取这个东西啊 按照自己的这个基本功 看这个东西对 按照自己的市场了解 这个价格 基本上 确定一条线 那么 我们呢 就基本上就冲着这个去 一旦发生任何意外 有很多人也想要 那么呢 干脆呢 就放手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很多 您永远不可能捡得完 啊 这个世界上的好东西也很多 永远有下一个 比这更好的 根本就不存在说 我错过这一个 以后就见不着了 当然这句话是对的 呃 很多物品是唯一的 但是呢 呃 喜新厌旧嘛 在这个古董行业很正常啊 经常永远是下一个是最好的 啊 经常这样 否则这个收藏这件事 为什么能忙活一辈子呢 对不对 那肯定就是这样嘛 对吧 就是拿到一个 哎呦 又盯了下一个 下一个更好 哎呦 又下一个 下一个更好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错过自己心爱的 这物品非常正常啊 要去这个纠结 或者说是就是 有什么难过我的 以后还有更好东西出来啊 要要要能够要能够放手啊 觉得稍微就是 呃 觉得价格高了 或者有些离谱了 或者觉得自己这个 呃 这温度也有点上去 或者怎么样就 就就放手啊 所以这个是挺重要一件事情 啊 那么呃 对于我而言呢 我还想就是呃 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说从这个拍卖行的角度 出发啊 啊 不光是从我买家 就是去拍这个东西角度 也从拍卖行的角度来出发呢 我觉得是 有些事情也需要跟大家说的 那么说的是什么呢 大家可能很在意的事情是 就是我买到的这个物品啊 写的是老的 然后呢 买到是新的 啊 这这个事情呢 很常见 呃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还有很多东西呢 它是 它是 它是老的东西 但是它刻意的把它装的很嫩 啊 你新的东西 就是你是个新的东西呢 它把它写成老的 希望能够卖一个高价 卖给大家 这很正常 对不对 但是反过来 就这东西是老的 但是呢 呃 照着新的写 这个情况也很多 啊 这情况呢 第一种情况呢 就可能比如说是 对于这拍卖行而言 哎呦 进来这个卖家 这卖家 他不知道自己这东西是什么 很好 这个东西 我们也很想要 那么呢 就呃 我就跟着卖家说 您这东西啊 不值钱 对不对 然后呃 我们看应该是20世纪的 那么起拍价呢 给您设个100块钱 啊 那么咱们就开始拍 然后呢 也不做宣传 啊 拍的时候呢 也尽量的更快的过 然后呢 这东西 他们不是自己就买下来了吗 对不对 他要是那个 非常隆重的介绍啊 这是一个 比如说是康熙的这个房财 对不对 呃 还是红红底的啊 那这就完了 对不对 所有人都知道了 所以他 他要是就刻意的就说 哎 这我们非常确定 这就是一个20世纪的一个 新的东西 啊 那么呃 是不是可能更多的人觉得 哎呦 这家拍卖行还是经常卖亚洲艺术品啊 非常有经验 那么大家相信他啊 那这东西 他们觉得是不对的 就不对的吧 啊 那这时候拍卖行可能自己就 就就拿进了 大家明白吧 啊 所以这是这是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呢 就是呃 法律法规 也就是说 呃 这个这个宋代啊 唐宋啊 这种东西啊 不可以买卖的 这个是不可以的 包括这个 像欧盟啊 德国啊 这些 他们都有自己的法律法规 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出口 什么样东西不可以出口 你根本拿不到那个许可证啊 呃 许可证的东西挺扯淡的 有些 有些拍卖行还故意的会去强调这件事情 搞得好像他们那东西是真的是的 呵 呃 其实这就连这个许可证的东西都搞得跟个宣传一样 其实不是这样 那么呃 拍卖行它是有就是应该而言啊 就是如果这东西是老的话 按照当地的法律法规是需要审批 需要有这个许可证才能够出这个欧盟啊 出这个呃 相关国家的话呢 他们是需要去申报的 但是呢 绝大部分情况下呢 反正这个东西呢 中国的这个艺术品啊 他们作为老外呢 他们看不懂很正常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可能也就是呃 比如说是把宋代就写成明代啊 因为他也知道中国那边的那个法律法规啊 对吧 你要写这个宋代的可能可能那个就是进中国那边不容易啊 我记得中国那边好像是中国大陆啊 就是可能删到乾隆来划分的啊 那么那么他干脆就往年年纪轻的写呗 对不对 这个事情不光是发生在海外拍卖行 国内也一样 您去看那么多这个这个宋朝的啊 这个南宋的那么多的这个这个碗呢 包括龙泉也好啊 包括这个就是建展啊 包括等等啊 很多这种东西他都给他都 他他就是刻意给显年轻一点 只要这个摇口就是可以往往下降的啊 你这个龙泉明明是宋代的 他就给你写明代的 对不对 他不是也是为了方便吗 他这个解决这些做这些很方便 那么有经验的行家看到这东西之后 我觉得一眼就知道啊 这个东西就是那样啊 大家都不必说话 大家都不必说话 去去拿着行了 所以欧洲的拍卖行也是一样的情况 因为要规避各种法律法规啊 各种啊 这种复杂的这种情况 他们有可能会把一个老的东西 往年轻的写 把真的东西当假的写 啊 那么这就是看大家的本事了 啊 从我个人的感觉而言就是 呃 我们根本不关心他是怎么说的 啊 他是怎么吹牛 啊 等等等等 我们一律不看 我们只看那个东西自己 啊我们 很多朋友圈内的朋友 其实他们在简陋 所谓简陋简陋 他们在简的是 首先这个拍卖行 他得自己要犯错 啊 他把一个高路份的东西 写成了这个新的 他那个起拍价出了严重问题 有的时候是他们故意的 有的时候呢 是就是真的犯错了 所以您得先找这个拍卖行犯错 啊 所以我说就是在我在我面前 比如说这个欧洲范围内200家拍卖行 其实就是200个人 我们对这个200个人 他们的能力 他们的性情喜好 呃 他们的过往经验等等 时间长了之后都有这么一个把握之后呢 呃 那么就是我们知道 就这家拍卖行经常容易出现这一类的物品啊 就是经常写错 啊 那么 那么 那么大家就可以去关注 就是这个拍卖行这一类的这个拍品 啊 所以所以综合起来 当然还是一个 还是个人本事了 如果说最简单的话 就是就是您自己的水平到哪 您能看到哪 您能减到哪 啊 基本上就这个意思 那么对于那些就是相当水平非常高的那些朋友而言呢 呃 我觉得那他们是真的就是就是 我觉得自己家里有飞机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对不对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啊 所以呃 所以另外一个另外一个话题 其实我想谈 不好意思 因为讲这个拍这件事情呢 这个这确实是比较比较混乱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穿不起来 都是一件是一件的 那么我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关注这个就是中国这个艺术品啊 这些年我觉得他的涨幅其实真的是挺 挺大的 呃 尤其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 之前几年像这种康熙的这种 小茶杯啊 或小酒酒杯啊 加一个小小碟子这种 这种东西根本就没有人把它当回事情 呃 但是 最近啊就是大家觉得他那个就是这个价格明显就开始上来了 啊就就就就就 穿得很厉害 啊我记得前几年比如说是 六个小杯子六个小碟这么一套的话 我觉得价格可能也就是 300欧元吧 现在我估计 在海外的话如果是全品的话 估计得要到800或者到1000欧元了 呃这个价格我估计各国内还是非常便宜的 我不知道国内现在就是他们操作这个是多少钱 但是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他不是以说一年20%30%涨幅 他这个是几乎是以翻倍的 就是翻倍的速度往上涨 啊涨得非常厉害 这一点啊 非常相似这个90年代的这个 黄花梨 啊不知道大家就是可能更多的是观察的是这个瓷器啊对这个木头啊等等我不知道其他是不是了解 啊这种高路份的我相信在这行李时间长的一般都懂啊什么 什么佛像啊什么的这个木木器啊 木头啊家具啊 瓷器啊 各种各样的玉石啊等等啊可能都都了解对不对 海皇当时在90年代的时候 啊我记得93年94年的时候价格很低的 之后呢大概就是每三个月那么翻一倍每三个月翻一倍就一直翻到今天就翻了几乎跟黄金一样这个价格了 啊所以 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大家因为炒嘛第一是因为稀有这东西没了对不对 然后第二呢这个其实海外还是有海外还有 呃但是呢因为这个家具这东西呢可能尺寸啊相对比较大而且呢这个 现在呢这个就是海黄啊月黄啊等等这种啊有的时候真的是 可能只能靠烧啊或者靠这个来闻这个气味来分辨 其实 都一样 那么有很多朋友可能觉得也高风险啊所以他们不敢入手 但是海外这类东西还挺多的 那么我要说的意思呢就是说 呃 您看啊他每三个月翻一翻一倍翻一倍一直翻到今天 啊那么今天的很多其实好的东西啊就一些审美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品种的这个物品 大家如果是冲着这个东西好去的话 啊只要这个东西好 那么哪怕价格贵一点啊无所谓 您买了他 过了半年过了一年之后啊 这个价格自然而然就会往上翻 如果突然某一天大家开始炒这个东西了 啊那这个那这个价格就疯了啊 所以对于很多老的苍家而言 有什么40年50年经验的苍家而言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哎呀我们早年间那个佛像是溜金佛像这个这个根本就不值钱啊 对不对 哎呦现在这个价格动不动 您看看那个拍卖行里那些啊那个价格之高 啊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呃有的时候还是有这个预见型 第二呢就是对中国这个艺术品收藏他整个这个框架 哪些是高级的哪些是一般的哪些是比就是大家不看的 啊有一个大概一个了解 啊经常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是 呃一时一刻啊就是大家不吵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就会显得就是没有人要 但是呢呃突然某一天大家关注这件事情了哇这个东西就起来了 啊这种情况其实挺常见的因为毕竟这个中国艺术品的这个种类啊实在是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呃大家可以关注一些自己喜欢的 按照自己的知识结构啊 了解他的历史这东西在历史上其实是级别挺高的但是今天呢因为没有人这个参与没有人炒作他 所以呢他价格那就不高 那么呢大家挑中间的好的东西啊留着突然将来某一天突然一下大家意识到他的价格就上去了 如果价格没有上去 那么您也是保护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艺术品 这么一个文物啊将来我们的子孙以后意识到他的时候 毕竟这个东西啊就是保存的非常完好所以这也是相对而言这个啊对于我们这些海外的藏友等等 也算做一贡献吧对不对 这些古董几百年多少双手就是一个一个的接力接力到今天 那您想去伸这个手去捧住这个东西 把它保护好再交给下一双手 那您觉得不是您去干这事谁去干呢对不对 您在海外相对而言这个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 然后呢生活也非常优越啊 大家都是华人也都喜欢这个 所以这件事就轮到您头上了 啊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不光是这个冲着这个钱这件事情 另外一方面也是这个就是这个情怀啊 就是如果您看到比如说一个很高级的一个中国的这个艺术品被人当垃圾一样的扔在这个地方 啊我觉得钱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也有一点这个责任感就是觉得 哎呀这毕竟是我们过去对吧 就是古代的这个人做出来的东西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 啊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那么啊我基本上这个节目又聊了30多分钟了啊 那么啊我想这个话题可能要聊可能一直聊下去但我不想占用大家特别多的时间 那么呢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做到这儿 如果以后还有这个就是关于拍卖的其实事情还很多但我想呢就是 作为一个系列您总得结束吧您不能一直就说一个话题永远一直说下去 啊所以我我可能以后会以一些案例的这个方式啊 就是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件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那么下一期节目呢我想就是谈一下就是关于如果大家比如说手上拿到了这个中国艺术品 怎么去联系这个拍卖行 找怎么样合适的拍卖行 然后呢呃怎么去送拍 送拍的过程中间呢这个合同啊等等啊有哪些重要地方是需要留意的 啊 呃 这很重要因为这个拍卖行的佣金收得很高您的东西一旦给他之后啊这个东西就是他的了 啊不一定是在是您的了您可能拿不回来了 啊有很多盘外行 他拍很多物品啊那些物品其实就是他的了 因为那个卖家 不要了 因为这个合同就是当时签的时候很多的这个条款没有留意 您拿回这个东西的这个代价之高 使得您还不如把这东西送给他算了 所以呃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 呃我觉得也是有价值就是来谈一下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从呃最早就是我一开始谈Ebay啊 Catviki然后古种店然后跳到市场 到这个拍卖行包括这个平台 呃包括这个买啊拍啊然后再送拍啊 可能之后可能还得再做一集就是 其他的一些要注意的这方面 那么我觉得呢这可能就成为一个单独的这么一个系列 这也是我我觉得在这个YouTube上面 呃我好像没有看到别人做这件事情 那么 既然是全球的这个华人大家都是遵循都是相同的这个原则 就是大家都是有相同的喜好 啊大家都有相同的这个价值观认同相同的文化背景 所以呢我觉得呢呃我做一下这个 这件事情作为抛砖引玉也希望能够有更多有经验的藏家或者老师呢能出来就是交流 啊大家共同进步共同学习 毕竟我们的共同的这个就是呃面临的这个 这个敌人一个呢是就是这个假货 啊就是新的这些赏品 第二呢就是呃 很多这些奇怪的这些操作 在这个买卖古董啊包括拍卖行等等方面 啊所以如果能帮助大家 呃大家看完听完这个节目之后呢觉得可能啊对这个东西的认识哪怕是有一点改变的话呢 啊我也我也感觉到非常感谢 啊那么呃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能捡到更多的漏啊 啊那么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啊谢谢大家 啊